12月5日河北共青团发表的评论显示说 中国减少风控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是为了回应之前发生的白纸革命 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迹象 表明中国政府正在听取抗疫者的意见 并开始为重新开放中国的经济奠定基础 尽管奥米克戎疫情在中国各地还是在蔓延 但许多城市都已经取消了部分疫情防控措施 国内传播的新增感染病例数量也在下降 这其中有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减少了 那么随之而然发现的病例也就减少了 在星期天的时候新增感染病例数量降到了3万例以下 低于11月底每天新增38000例以上的例子 官方数据显示一些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新增病例数已经从高点下降了一半 或者是更多 河北共青团周日在他的微博公众号上发表文章表示说 前几天线上线下比较集中的出现了 对一些地方疫情防控措施的意见 通过及时的沟通完善改进 事情本已平息 但是此后先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对中国的防疫政策平头品足 这两天又听说有一些美国政客声称 非常关注中国的抗疫活动 并威胁这将对美中关系造成巨大损害 这篇文章还说中国人有中国人办事的规矩 一切事情商量着办就是规矩 从官员热线 网络问证 来信来访 变民中心 到社区村居 媒体舆论基层组织老百姓有方便管用 公开透明各式各样的表达意见渠道 特别是各基层组织对群体呼声 对信访意见的重视程度和响应速度 在全世界也找不出 第二个 河北共青团的文章相当于公开的承认了民众 对于长期严格的防疫措施感到极其愤怒 这可能是中国官方首次承认 由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亲自批准的动态清零政策 是有缺陷的 尽管有报道说 习近平向来访的欧盟官员表示说 中国最近的抗疫活动反映了人民对新冠防疫政策的愤怒 但是共青团也抨击美国 试图煽动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 放宽防疫政策改变了中国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 在该政策之下 中国近三年来一直通过严格封锁和大规模检测来遏制疫情 虽然动态清零政策使中国死亡人数低于其他国家 但是也激起了公众的广泛不满 严重抑制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并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风险之一 中国相关的股票在周一的时候跳涨 因为人们乐观地认为 政策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开始退出动态清零的政策 尽管股票是涨了 一些分析师提醒说 放松政策并不意味着立即结束动态清零 中国通往全面重新开放的道路是漫长而坎坷的 高盛经济学家预测说 从香港和台湾的经验来看 到一月份中国的新冠病例可能会在每天300万到1300万之间 在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 当然根据很多国家的经验也可以看出死亡人数是否会激增 将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在短时期内大幅度的提高弱势群体的疫苗接种率 根据中国卫生部11月底公布的数据 在3580万80岁以上的中国人口当中 有66%的人接种了两剂疫苗 只有40%的人完成了加强针 也就是第三针疫苗的接种